欢迎神韵!欢迎神韵! 神韵演出风靡全球 塞尼瓦克国际机场 很多空姐和工作人员都是忠实粉丝 我们爱神韵 我带了我的孩子 我们是大富翁的粉丝 我认为你的心和心 需要艺术的艺术来活动 我认为人们和文化的重要是非常重要 和文化的重要 神韵国际艺术团7月10号 以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最后一站爆满落幕 结束2021到2022年度巡回演出 在台湾的28场演出中多次票房爆满 最后两站的苗栗台北 更是一票难求 加场又加作 那个疫情关系 所以其实大家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看演出 所以他们那个反应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再难也没关系 因为真的是值得的 台湾整体的票卖得非常棒 然后基本上我们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是卸了三次幕 然后观众就一直在那里鼓掌都没有走 然后很多在场的观众就直接给我们束大拇指 根据神韵国际艺术团团长宇明介绍 他们从今年1月份开始了2022年的巡回演出 在美国澳洲和台湾三地共进行了近百场演出 由于疫情 相隔两年重返台湾演出 虽然精力隔离 但演员们倍感珍惜 进入到台湾演出非常难得 所以就觉得一定要珍惜每一场演出 所以就每一场都感觉是跟观众在交流 然后就是尽量通过自己演奏的曲子 把美好的信息传达给观众 前期的粉丝们纷纷表达了对神韵的由衷喜爱 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 我知道这个对于当今的时代来说是多么的难得 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希望 舞蹈它不仅仅单纯只是肢体的动作 理解了这个动作背后的内涵和背后的文化 所以才能真正的就是表现出来 2019年来的 来了以后每年都看了 这是中国的真正的传统文化 神韵艺术团将在7月15号到17号 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DC 带来最后的三天四场的演出 这也将为2022年的巡回演出季 画上完美的句号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 新子期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